主席各位同仁 事实上这个二六九对台湾 就是一个早损清单 在这一次的五三九项里面 中国还特别 外加送利说多了十八项的农产品 那么其中 对于这种植物花类的就是文心兰 他通过了文心兰大概在去年 我们销到中国大概只有三千块美元 就这么多 有时候少的只剩下一千块美元 但是我们输给输到中国的 进口到中国的 最大宗的 大概有八千 去年八千六百 九十八公顿的马拉巴利 他总数是一万两千多公顿 中国是去年他最大宗的输出国 但是过去二十多年来 他被列为苗木 所以是没有关税的 他只收取了这个十三趴的增值税 却在六月 台湾马政府跟中国要签署ECFA的时候 偷偷的改了他的品项 把苗木改为他是佛体之物 然后就传了一个 这个关税单 给这些农民说你们的马拉巴利要收这个关税十趴 让这些农民都跳起来 表面上给我们十八项农产品 事实上他已经偷偷的把输给中国最大宗的马拉巴利的这个职务 他已经偷偷的扣他十趴了 还没有得力就先受损 我要请国民党马英九先生你要出来对农民来 和他失礼一下 把这些农民和他失礼一下 为什么会得力先受害 那么两百六十七项 这些早损的清单 像三十二章这个部分 这些染料 颜料 等等 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国黑心的商品非常的多 像这种本来就是一个污染的 有隔的有铜的 这种重金属的染料颜料 接下来 感谢观看